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这个房子就是他们一个two-story的model home 它的这个户型叫foxfield 是三到六房 从两个半到五个卫生间起的 2564尺起 大一点的可能就会接近4000尺了 这个外面我觉得它做的还是蛮好看的 前面的一些造型 还有front porch 这个车库上面的也做的蛮好看的 它这个bonus room这个房间 是在车库顶上的 我们来看一看这个户型的结构 这个色调浅色系的是我蛮喜欢的 好 进来之后呢 它这里的foil也是非常的宽敞 左手边是一个可以做成办公室 比较flex的这么一个房间 那右手边呢等一会儿就是上二楼的一个楼梯 这里呢是半个卫生间 哇 这个楼梯下面的这个储层是好大 又可以挂衣服下面可以放好多东西 这个厨房 看一下这边的早餐厅 或者说是餐厅吧 然后客厅 然后客厅 这个倒塌也是很大哦 一样的它这个外面呢也是一个screen porch 看着很舒服 同样外面 同样外面它是有一个这种那个pedion 好 我们看看它一楼有一个房间的 我们去看一下 这个房间也是很大哦 自己带一个卫生间的非常大 我们叫in-law suite 套间 家里有老人的话住这样一个房间已经很宽敞了 你看这个是它的卫生间 带浴缸的淋浴啊 我们看看二楼 在二楼之前我们来看一下 它每一个房子都有这样一个小的一个学习的这么一个空间 像一个小office一样的 我蛮喜欢他们这种设计的 就车库进来这个地方啊 这个是车库进来的地方 这边是两车库 好 我们上二楼去看一下 从这边上来之后呢 二楼呢它是封两边的 右边是一个bonus room 它这种户型在它每个社区都有 这个也是可以做成房间的 它也有 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衣帽间的 这里呢是把它做成一个活动室 健身房啊什么的 是有衣帽间 卫生间啊全位的这个是啊 然后这里是一个衣帽间 步入室的衣帽间 这里呢它还有一个小小的一个loft 这里呢是一个小房间 我就很喜欢他们这种两扇窗的这种设计 这是另外一个房间 一样的其实它那个面积大小 我感觉差不多 衣帽间应该都是这种步入室的 这里呢是共用的一个卫生间 很大的空间里 这边是洗衣房 洗衣房好像都是升级做了水斗啊 因为它有这个空间嘛 你可以做 包括这个柜子 我们来看看主人房 主人房也是很宽敞的哦 看看它的卫生间 分开的洗点盆 这边是很宽敞的 淋浴房我也很超喜欢哦 大的这个淋浴房 哦 这真漂亮 还有一个顶喷 Bench 看看这个衣帽间 这个波罗室的衣帽间 倒不是太大还好 这个是淋浴房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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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这个两层的model home 给大家拍摄完毕了 这个户型就给大家拍摄完毕了 我们来看看这个小区 好 大家可以看看这个地块 后面有一些在剪 对吧 然后这边上的这个地块 是应该还没有放出来吧 有一些 那今天我们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大家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欢迎点赞分享按小铃铛 我们下一期再见